不少民眾喜歡吃香腸培根等加工肉品 但又擔心吃太多可能會致癌 不過陽明膠大最新研究 讓香腸培根大翻身 其實米飯才是亞硝酸鹽主要來源 食字花科 小葉菜和高麗菜類 則是硝酸鹽飲食的來源 根本不是加工肉品 民眾恍然大悟 陽明膠大的研究 更指出國人每日飲食習慣 所攝入的硝酸鹽 亞硝酸鹽 其實具有心血管效益 健康風險可以忽略 營養師也提醒 根據這項研究 民眾也不必反過來擔心 吃了過量的飯菜 會不會攝取過多硝酸鹽或亞硝酸鹽 反而致癌 因為菜類富有更多營養好處 你在攝取這些天然食物的時候 其實你還是會攝取到 比如說維菜麗西 你今天吃了根莖類的蔬菜 但是你又吃了一些足夠的水果的時候 維他麗西其實是可以幫你把氧化還原 讓它避免去跟氨離子結合 這項研究顛覆之前的陳建 及民眾原本的想法 但營養師提醒 加工肉不是要擔心過量 而是注意烹調方式 盡量少高溫油炸就可以安心食用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張貝茲 播報新聞讓我增廣見聞 家事 國事 天下事 事事關心 也帶你一起掌握每日時事 與時俱進 所有最新消息 熱門話題都在中視 當然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 分享 開啟 掃鈴鐺 不錯 啊 你一定會給錢 豬身流 快轉 快轉 快轉